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人们对于模型就觉得不会花太多的钱 关于模型现在还有一种比较昂贵的一种模型就是手办 但是这些都是依托在一个漫画作品和动漫上 这样就增加了它的价值 但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款模型却高达10万元 这样的价格对一个模型来说实在是太贵了 并且这一款模型是重型卡车的模型 而这样的价格就有很多人觉得是可以买一台车了 这一款模型的出版来自于德国的Skiller Art公司 这一家公司是现在市面上做汽车模型最有影响力的一家 他们家做的模型与真车的比例和一些发动原则上都是非常贴近的 并且这里的工人们都有自己的特殊记忆 因此在这家公司生产出来的模型的销量就特别的好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有着这样的高技术 可能也只有这一家公司了 这家公司做汽车模型的时间非常长 有着比较长的积累经验 另外今天要说的是这一家重型卡车的模型 他制造是他们按照原始的1比14.5的比例制作出来的一个 这一模型共同有20个制作工人共同制作 因为除了本身外形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零件 而且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制作 要是在现在的大型名家有一些修改 可能还比较好弄 但是这里制造的又是缩小版的模型 对技术的要求就更高 在20个工人的共同努力一下 才将这一项工程最终完成 最后完成的这一个模型在功能上和本来的也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也是这个原因才让非常多的人觉得就算是花费50万也是值得的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